上周,我们中国水果门户曾报道,指柬埔寨媒体称中检两国将签署关于该国香蕉书华的协议,并不是全部的新闻都属实,但据柬埔寨政府在上周8月3日所发布的消息指出,柬埔寨香蕉已正式获批书华,而中检双方也在上周,签署了相关的职务检验简易协议书,为该国香蕉书华一事铺路,而随着此消息的传出, 这也意味着,香蕉已成为了该国首歌获批书华的水果。据了解,该签署一事在柬埔寨首都金边, 在柬埔寨副总理和南方的建政下,中国驻柬埔寨大使雄波与柬埔寨农业和渔业部部长文萨昆, 当沙盘签署了此项协议书,文萨昆在仪式上发表至此时指出,纪念米和甘木树之后,将将将成为柬埔寨出口的中国的一个新农产品。 文萨昆表示,我向对中国政府和人民表达我最深的协议, 因为他们为柬埔寨提供了技术和财政方面的资源,促进了社会经济发展,尤其是在农业开发方面。 此协议将为柬埔寨对华出口相交的工作铺平道路,而雄波则在签署一事上指出,此协议书是中简双方农业合作的新成果,将有助于促进两国之间的贸易量。 雄波解释说,此协议将为从柬埔寨香蕉出口,指中国市场知识打开大门。 我非常有信心,中简两国在各个领域的合作,尤其是在农业领域的合作,将得到进一步的加强及扩大。 据该国农业、林业和云业部总干事,河岸大汉,Hing Van Heng透露, 目前柬埔寨已利用了大约500公顷的土地来种植黄香蕉,以作为出口。 而分别分布于该国Redneck Area克拉迪以及贡布三大省里的三个香蕉种植园。 而柬埔寨之前已出口香蕉至邻国越南,中国将成为他们的新市场。 据柬埔寨农业、林业和渔业部所发布的公文中表示, 柬埔寨在2017年一共出口,没近20万吨的粘米和干木薯, 5.8万吨的面粉,3340吨的橡胶以及1.49万吨的干蔗, 以及一些其他农产品至中国市场。 而香蕉方面,该部门也透露,前中国国家致敬总局的官员们是在今年3月期间, 那该部门的专家参加技术咨询会议, 以针对关于对华出口新鲜香蕉所需的抗生诉,完成了一定数套案。 而检方也指出,中方在之前也承诺,将会尽快与检方在中国政府内该组完成之后决一号时间以及地点签署此协议书。 如今,随着该国香蕉或批书华,这也是该国首个货转进入中国市场的水果。 检方在最后也表示,随着协议书的签署,检方仍然将继续要求中方加快该国其他农产品的市场准入工作, 其中这些水果就包括了芒果、火龙果、灯笼椒以及菠萝等等,来源中国水果门户。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别忘了按赞哦!